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在波尔图的第二天,晚上就回里斯本了 一大早我们先打卡了这座著名的18世纪罗马天主教教堂 它的建筑风格是巴洛克风格 这座教堂新建于1709年,工期长达30年才完成 这也是到波尔图必打卡的一个著名教堂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家早餐店吃饭 街上这种开早餐的很多,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家好 一看这里头很多当地人,我们想当地人很多吃早餐的地方 应该不会太差,我们就进去了 但是其实结果挺失望的,因为他们给我们端上来的那个普塔 我觉得都是头一天剩下来,然后用微波炉热了一下 所以软塌塌的,而且没有热透,我实在忍不住抱怨了一下 后来他们又给了我们两个新的点心 最后咖啡和点心都没收我们的钱,弄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吃完早餐我们去达卡市中心的卡尔默教堂 你看那时候快到圣诞节,街道上都布置起来了 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shopping mall外景 市中心的卡尔默教堂是有着著名的蓝色瓷砖镶嵌装饰的教堂 卡尔默教堂的修建贯穿了整个的18世纪 一直到19世纪初才最终竣工 最后一座钟楼一直到1807年才完工 让这座教堂出名的是墙上这些镶嵌的蓝白瓷砖 外墙满满的都是,远看非常壮观 这座瓷砖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特有的建筑艺术风格 在葡萄牙的每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不同色彩和风格的瓷砖墙面建筑 教堂里的这些瓷砖画,每一幅讲的基本上都是和宗教相关的故事 一大早教堂里就坐了很多年纪大的老人,我们也没敢多停留 赶紧的绕着场子轻轻的走了一圈就出来了,不敢打扰其他人 波尔特的街道上所有的人行道也都是铺着这种镶嵌着花纹的石头 我非常喜欢这种街道,非常的古朴,看着很有年代感 因为我们是住在市中心,大部分的景点走路就可以到 当然波尔特的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只要不是特别特别大的城市和特别远的景点 我都喜欢走走看看 下一站我们到了教室教堂 教室教堂是波尔特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 它高宠的钟楼,教室塔,在全市到处都可以看到 是这个市里头最具特色的标志之一 这座教堂由意大利建筑师新建于1732年 主体工程在1750年结束 教堂前面红尾的楼梯完成于1750年 整个教堂装饰着非常复杂的巴洛克图案 而这个红尾的钟楼坐落在建筑物的背面 它建于1754年和1763年之间 塔高75.6米,俯瞰着整个城市 教堂里面有225级台阶,可以到达顶部 我们也爬了一下 因为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整个教堂的内部装饰得非常豪华 看上去金碧辉煌,非常庄严树木的感觉 大家进去都不敢说话,静悄悄的走着 顺着200多基台阶,我们一层一层往上爬 中间有很多休息的地方你可以停下来 从那些空隙中能看见整个波尔图城市的全景 这个是波尔图的一部分,可惜天气不太好 不然肯定是特别的漂亮 这些都是由当地特产的沙岩叼成的柱子 看看这些巨大的钟,每到整点和半点 现在这些钟都还会一起冥想 我家工程师对这些钟的安放序列 还有它们的结构非常感兴趣 一直让我拍下来说肯定会有人想看的 再看一眼这个宏伟的教堂 我们就要往下一站走了 我们穿过大街小巷,一路顺着小路继续往下走 就来到杜鲁河畔了,杜鲁河畔是波尔图最热闹的地方 沿途经过了头一天来过的波尔特市政厅广场 看到了卖黑猪火腿的小店,我也走进去看了看 沿途也看到很多商店在卖波尔特酒 很多这种小巷子都已经很衰败的景象 但是沿途我们看到很多都在翻修 据说这几年西班牙的旅游业有向好的迹象 所以河边的这些房子现在都非常的贵 很多改成酒店,也有很多改成餐馆和酒吧 葡萄牙整体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气候非常温和,而且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国家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看的,也很值得看的 杜罗河把波尔图市一分为二 北边是老城区,还有和老城区扩展而成的波尔图主城区 南边是加亚新城 在南边有很多有名气的葡萄酒酒庄 可惜我这次没有机会过去看一下 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了 另外在河边有一栋栋微小精致的房屋 沿着这个山体蔓延,好像玩具一样拼贴镶嵌在一起 天气好的时候整个河边满满的都是人 有很多游客,但是也有很多当地的居民 我们顺着河边走走看看,很多这些很有年代感的建筑 也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小酒窖 这个是Triple Advisor上推荐的一个四星的小酒窖 你可以在这里品尝樱桃酒 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品尝各种品牌和不同口味的波特酒 因为不是旅游旺季,人不是很多 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慢慢走,慢慢看,慢慢体会 这个就是著名的路易一世大桥 它是一条横跨杜鲁河的钢铁拱桥 连接波特和加亚新城 这座桥1881年开工 1886年10月31号落城启用 总长385.25米 它是为了纪念当时的国王路易一世而建造的 它的172米的跨度在当时是世界第一了 我们决定坐一下小邮轮到河上看一下 这条河上有七座著名的大桥 说明当地的交通运输事业还是挺发达的 这里主要还是以葡萄酒为主 两岸的房子非常有特色 颜色非常的鲜艳 看上去好像是积木搭建起来的一样 还是那句话 我们运气不够好 天气不大好 如果好天的时候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也安慰自己一下 烟雨迷蒙中肯定是有烟雨迷蒙的特色的 因为还是不是旅游旺季吧 船上的人不是特别多 而且大家都喜欢在外头看风景 不太喜欢坐在船里头 下船以后本来我们想去打卡一家非常著名的餐厅 可是外头已经排着满满的年轻人了 看样子好像要等很久才能进去 我就放弃了 顺着这个小路再往城里走吧 非常喜欢葡萄牙这些大街小巷 很有特色安安静静的 途中经过一个小餐厅 你看这些照片都是发抖的照片 晚上这里有发抖 但是要预定座位等到晚上再来 看这个样子餐厅的生意也挺好的 回来以后再网上查了一下 果然又是一个打卡餐厅 这里是个鱼市场 本来我们早上想早一点来的 可是起来的时候急急忙忙的又去打卡其他的地方就给忘记了 回来的路上碰到突然间想起来赶快走过去看一下 可是已经比较晚了 他们的摊子都已经撤掉了 里头只有一些零零星星卖鱼的 还剩下一些小鱼 价格非常的便宜 可惜我们不住在当地 不然这些买回家真的是非常新鲜 非常美味的小鱼 小小的沙丁鱼挺多的 所以为什么这里会有很多沙丁鱼罐头 当地特产吧 远远的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去过的那个主教室教堂 下一站我们到了波尔图主教宫 它是葡萄牙波尔图的一座历史建筑 曾经是主教的住处 这座建筑位于城市的高处 建筑风格是巴洛克和洛克克的式样 它是波尔图历史中心的一部分 也被列为了世界遗产 在教堂前面的广场立着一座巴洛克式的角形台 这个是20世纪重新建造的 主要是为了给世人一个警醒吧 最后我们去吃来Porto Beach的特色美食 也就是Francessinia 我肯定是讲的不对 不过大家听个意思就行了 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中文名字 叫做湿答答的三名字 是有tooth面包夹着火腿肉片等等 顶上铺着融化的奶酪 最后浇上热气腾腾的酱汁 然后搭配着鸡蛋或者炸薯条一起吃 真的是热量满满 在Porto到处都有卖这个三明治的 价格和口味都不一样 其中最有名的是这家Cafe Santiago 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肯定要吃正宗的 那个导游强烈推荐的也是这一家 所以我们专门来到这里排队 排的时间不算太长,十几分钟吧就进来了 等的时间也不算太长 我们的饮料和啤酒上来以后 刚刚倒上热气腾腾的 湿答答的三明治就登场了 我们真的是迫不及待的 打开来看一下 你都看看里头有什么 里头就是有三明治面包 还有火腿 然后鸡蛋因为是在顶上 趁热切开来这些个蛋黄就留下来了 看着还挺不错的吧 这么远慕名而来,静看看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然后趁热倒上酱汁 它这个酱汁是有讲究的 番茄酱奶酪还有什么什么混在一起 味道还是不错的 哇哦这个cheese 不过热量太高了我没敢吃 我就尝了一口 看看这个是我点的菜 沙拉加上一块当地有特色的炸鱼 葡萄牙的东西非常的便宜 搭蹭着好像时光隧道一样的铁链车 我们又到了河边 因为不下雨了想再补几张照片 喜欢这座安静的慢节奏的小城 有机会我们会再来住上几天 临走也没忘记买这个盐烤栗子带着火车上吃 这个盐烤栗子非常好吃 搭上快车 这个车站真的是非常有欧洲风味 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的 在一只可爱的胖胖猫的陪伴下 我们一路就回到了里斯本 这只猫实在是太乖了 谁抱它谁摸它都可以 到里斯本的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我们又打卡了几个前几天没有机会去的比较远的地方 另外还打卡了最最最著名的蛋塔店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